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道家慈航为台帝 万千万生来朝礼 共转世界永何平 三六天港南天来 其二天是天心海 五百尊者独祖林 五百尊者独祖林 很难得在这边 遇到师兄师姐在这里 看到您在写文书 知道我们今天有报名法会 是的 来参加法会 您从哪边过来 台北 台北哪里 中山区 中山区 那你是我们中山道场的 对对对 第几届的学员 我是二十五届 二十五届的学员 那师姐也是吗 师姐他 我现在二十八 八届 没关系 那都一样 都是我们老祖的弟子 对 大家来这边学习 那你们来三宝寺这样子参加法会 是第几次的 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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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还没有上初级班之前就有来 十年了 大概十年了 对 我们其实有很多人就是 一直是有参与我们的法会活动 之后才开始跟大家一起上课 是的 所以你们也是这样子的情形 对对对对 那当初是怎么接触到我们维新圣教的 我先来上课 他先来上课 师姐先来上课 但是现在我们也很稳定啊 我们也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 是的 那那时候师姐来上课的时候 他是朋友介绍呢 还是说因为看到电视红发 还是什么样的机缘 朋友介绍 朋友介绍的 他怎么跟你说 没有啊 我们就相约一起来上课的 他总会开头跟你讲说 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啊 他也是电视上看到的 您的朋友他是电视上看到的 然后他就约您说 诶我们那边要开课 我们一起去听看看吗 对对 那这样子 咬你就走呢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那真的很好呢 因为像这样子很难得的缘分 有时候人在咬什么 我们不一定会参加呢 对不对 我们不一定会参加 但是一定是好朋友嘛 所以在讲说我相信你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支来就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花心充满 花心充满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您的大名 我叫何立慧 现在是中山道长28届 28届 我是中山道长25届 賴姓林 賴师兄 那也是师姐进来之后 您才 我才真的进来了 破了好几年才进来了 对啊 因为他在家里一定会讲嘛 对不对 一定会讲一些学习上的事情啊 所以你每天是一定耳濡目染的 对啊 对啊 然后到最后 当初你们进来 师姐先进来 在这个部分 你们开始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谋合期 应该都会有一个谋合期 那时候会不会为了什么事情 对啊 观念不一样 对啊 对啊 居家的风水什么一些事情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说 您的观念不一样 磨合完之后 就是自己进来 这样观念就会一样了 对 进来学习 进来学习就会一样 对啊 当然了 同一道法嘛 对啊 跟随老祖一起走 家里的呢 小朋友呢 小孩有没有一起 小孩他们 他事业上比较忙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佛 比以前认同很多 慢慢的 慢慢的 对 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 就算是同一家人 缘分还是有身有钱的 对 所以我们需要 多花一点时间啊 慢慢的牵引 对不对 对啊 小孩子要慢慢来啦 不能太快了 那我们再学 要他们认同才可以啊 对 对 那我们可以用法来帮助他们啊 让他更快接受 对 对 那在工作上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说 小朋友的一些教育方式 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运用上啊 是啊是啊 对啊 有用 composer 有用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 有没有印象最深的 trackens 得比保好准 小孩子考试啊 对 考到一個非常好的學校 他考會計師執照 這個是高難度的 而且不是本國 是國外的會計師執照 真的是高難度的 他本身也要讀很多的書 真的是太棒了 這樣子我告訴你 他不得不相信 對啊 回國都來 那他現在是在哪一國 在加拿大 太棒了 真的是我們看到師兄師姐這樣一家子 這也是我們的維新家庭 對不對 大家一起來這邊 然後我看中山道場 常常出現在我們每個法會當中 因為大家都會一起出來做義工 對啊 要有時間的話 大家都會無私的來扶持 非常感謝了 感謝師兄師姐們的扶持來這邊 我們大家一起來圓滿法會 憲哥 謝謝您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法師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在三寶寺中原普通法會的時候相遇了 法師今天來到這邊有一個特別的工作嗎 今天是帶領學員一起來三寶寺參加殊聖的余蘭盆法會 來這邊我們有今天有多少位學員一起上來 有些昨天已經上來了 那今天我們就包了一個九人做的 我們今天只有八個人 那其他的他們就自己過來 大家都各自行動 因為每個人的時間上有點不一樣啦 有的要上班啊 那想通常請假的話可以跟著一起來 來這邊參與這個盛會 剛才跟法師碰面的時候有聊到說 您今天出門的時候好像有遇到一些特別的事件 這個說來話長 愛心道場是在七月五號禮拜天 下午普渡嘛 那一天早上大概三點鐘我就醒過來了 那醒來是因為我們那個帳篷的問題 所以有點擔心 那習慣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大概都會做一下蠟筋的運動 所以到五六點的時候 在蠟筋的突然覺得左腳的腳踝好像有一點點聲音 但是也沒有痛感也沒怎麼樣 可是就是三點鐘以後就睡不著 就一直在擔心法會的問題嘛 那我就起來看那個氣象 那氣象說一點以後開始會下大魚 台北市啊 兩點三點會很大的魚 那我心想說請老主做主 老主的護阿神是風水雷電嘛 一定要讓我們能夠把那個 普渡做完後再下 那我就到很早就到道場去了 那到道場了以後就開始忙 也走來走去嘛 結果也沒怎麼樣啊 到我們十二點四十五分就開始送金了 要送金的時候我突然腳就開始腫了 腫到不行 那也沒辦法 沒辦法跪拜啊 所以就請一個同兄代理我跪拜 那我就搬一張椅子在旁邊坐 等到送金完畢的時候 腳已經腫到沒有辦法走路 那我一個學員 因為今天要來嘛 那禮拜天今天禮拜二啊 我想說慘了 那這樣腳不能走我禮拜二怎麼來 三寶寺又這麼高啊 要爬樓梯 那就同學就上我到那個龍腫去掛急診 一到龍腫我真的完全沒辦法走路 因為左腳完全沒有力氣 是推著輪椅進去掛急診 又是X光又是抽血 又是做心電圖 檢查骨頭沒問題啊 我也知道骨頭沒問題 因為我根本沒有跌倒也沒有怎麼樣嘛 所以當然骨頭沒問題 那醫生就打了消炎止痛 然後給我抗生素還有止痛藥這樣子 就回來了 那回來也是我先生去接我回來嘛 那回到家以後我想說 我有一罐那個藥膏很好用 我就把藥膏塗得很厚把它塗一塗 然後第二天早上起來 欸好啦可以走路啦 那我又回到道場嘛 因為禮拜一下午有課 上完課回到家以後一看 奇怪怎麼腳又開始腫了 而且是變成紅色的 發紅你知道嗎 有點那個發炎的現象 那我就想說 那個藥很好用 再把它塗多一點 再擦 然後就睡覺了 到今天早上三點鐘又醒來了 開始就沒辦法睡了 一直聞到那個 那個早期我們小說 都覺得好像不曉得是衛生習慣的問題還怎麼樣 總覺得老人家有那種難看 臭老人還有尿燒味 就一直聞到那個味道 一直尿燒一直聞 奇怪怎麼會有這種尿燒味 其實我心裡也有數啦 我就說 因為九九法會八月八號就開始聞了 九十九天很殊勝啊 所以我就說 你們不要急嘛 你們就等九九法會 我一定會幫你們報名 可是就沒辦法 那個味道一直在 後來想想 不報大連位也不行了 因為在台北市的中正區 在總統府那附近 都沒有我們的道場 所以我去住那邊開始以後 結果問題好多好多 所以我幾乎都要做大連位 那今年想說 因為今年的三寶寺的法會比較早 是四號就開始 那我們愛心道場是五號 那過幾天就結束了 所以我想說 這次就把它省下來好了 然後等九九法會再來報名這樣子 結果就沒辦法 一直沒辦法睡 那個味道很難聞的味道一直存在 後來我就想說 好啦好啦 我起來報名好了 我就隨便拿一張白紙 就趕快寫連位 報就說 台北市中正區 桃園街 俠內 三界萬靈 以及五十男女孤魂遊靈 我說我寫好了 放這邊 放桌上 我早上一到道場 我就要去傳真 那我來到參保室的時候 應該連位就可以上去了 結果後來味道就完全沒有了 自動消除 那我今天來 早上起來 腳也好啦 我都可以走路啦 爬樓梯也沒有問題啦 所以有時候說齁 這個法界的問題齁 要省也不可以省 真的他來求度的話 我們要有慈悲心 一定要去超渡他 所以說 因為他也只跟你有緣啊 他會跟你講啊 他視線給你看啊 對不對 可是每次都被修理得很嚴重 沒有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 真的要知道 遇到什麼狀況的時候 就是一定有事情 對 有原因存在 對 我們好就好在 因為我們有學 所以我們知道說 要怎麼去解決這個方式 對啊 所以我兒子問我 我說我好啦 我說 你怎麼都這樣子咧 就很嚴重喔 真的很嚴重 非常嚴重 我推著輪椅進去 推著輪椅出來 對 然後 因為做了這個動作 好了 謝謝 我怎樣啊 他說有 收到了 所以真的是很無奈齁 但是既然有這個因緣齁 我們還是要 因為法界真的 他們也很痛苦 那雲南彭法會是很殊勝的齁 也在超渡地獄界的嘛 所以也只有這個時間 所以他們可能就很急嘛 對 那今天已經第四天了 那我想說 好吧那就 就幫他們報名了 那現在走了 但是他會來找你 也是因為他在之前 就跟你有那個緣分 應該是吧 對 有那個緣分 不然他隨便找一個人 他也不見得理解說 他想要做什麼啊 我一百年的十月份 一百年雙十節 我才搬到中正區 就開始一直都被修理啦 所以一直都有做大聯會 那我想說 因為時間差很久 很近嘛 所以就想說這次不要做了 可是我想 因為那個地方太少人去做這個超渡 所以說 可能找到我們中門啦 我們中門的法會都很殊勝 那既然找到我 我也 所以只好幫他們做大聯會 來超渡他們 我們都有那個慈悲心啦 真的 如果說您的家人 您的朋友 知道說有像這樣子的情況 又不知道怎麼解決的時候 真的我覺得來參加法會 是一個非常好的 很殊勝的 非常感恩啦 緣路法師今天來跟我們分享這個案例 告訴大家 說真的 法會的時候要趕快來參加 尤其是義工 對 做義工 真的也很 功德很大 對 我會來學醫金也是 因為我朋友跟我講說 你禮拜六沒有上班 那你要不要來我們這邊做義工 做義工功德很大 我是因為這樣才進入中門 我們大家都知道啊 一個法會需要很多的人手 對 大家都發心來做義工的話 我們會讓我們的法會辦得非常的圓滿 再次感謝緣路法師跟我們分享案例 謝謝您感恩 阿彌陀佛 師姐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看到師姐著著背心 就表示說今天是來做義工的 法工 對 您從哪邊過來 楓圓 楓圓道場第幾屆的學員 二十六屆 二十六屆您貴姓大名呢 工廠張梅鳳 張師姐我們兩個同姓耶 真的喔 真的 同家 二十六屆的班長 二十六屆的班長 我常常看到這幾天來三寶寺都會看到師姐在這邊 忙進忙出的 那您做我們全程的法工嗎 應該是 每天都來 發新來 為什麼呢 因為一年也不過一次這麼忙碌嘛 那一定要拖時間過來 平常我們楓圓道場如果有法會的時候 我們也是義不容辭一定要幫忙 那當然啦 那更何況說三寶寺離我們這麼的近 對對對 台中道場也很近啊 對對對沒錯沒錯 其實我們這一區的都很近啦 其實我們只要有心要護持的時候 大家都一定是義不容辭都 那當然啦 真的是太棒了 那您那時候是怎麼接觸到我們維新聖教的 其實我接觸是蠻久了 大概在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一家仲介公司上班 那我們公司的店長 他是跟雲學講師是有姻緣的 那時候到那個林口記住 他就就是我們公司員工都全部去 從那個時候就接觸了 但是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就是比較沒有接觸嘛 後來在某一個姻緣 我去彈指 欸不是那個北屯那個元寶宮 我去拜拜的時候 我看到那邊有貼一張什麼 液經班要開課 招生叙息 對對對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對這一方面也是蠻有興趣的 那我就想說 欸我打電話試試看 欸剛好他是在豐原 那我住這住豐原嘛 那我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學了 對我們學習這其實就是究竟 究竟才可以長長久久 這是真的 對 那但是說這個緣分真的是很特別 因為你原本是做仲介嗎 我現在也是 現在是做仲介 我跟大家講 做仲介來學習一經風水真的是讚 真的是太棒了 因為剛好我可以用在我的工作上 沒錯 我在事務上我都用得到 對對對 所以您可以幫大家選擇一個非常如法的一個房子 對不對 對對對 真的太棒了 而且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有學習一經風水 然後對很多事情都會特別的注意 對 然後我們又有學習沾掛 可以幫助我們自己可以順利的把房子賣出去 對 那當然我遇到的客戶 有時候我也會宣導一下我們的宗教的 我們這個中門的理念 那就是給他們參考啦 因為每個人他的想法不一樣嘛 那我是盡量說 以我自己所學的我所接觸的 我覺得對我們有幫助的 我盡量去宣導 你知道嗎 其實大家買房子的時候 你應該常常會遇到說 我應該要買哪個坐像的房子啊 比較適合我對不對 那遇到這種情況 你要怎麼跟他們說 我會先了解一下他的生效 然後大概給他一個方向 當然他信不信那是看有沒有緣啦 那有時候我自己 我不是學得很精嘛 因為我入門大概有六年吧 當然我會請我的客人 然後來到道場叫老師沾掛 或是叫老師看食場 就是盡量啦 客戶啦朋友啊 我都盡量就是說 因為老師畢竟他學那麼久了 他可以做老師 他一定有他的一套 當然這個都是很科學的 不是迷信 所以我也蠻多客戶來道場問的 對啊因為我們學習這個 其實他是有科學根據的耶 對對對 不是迷信的喔 當然不是迷信 尤其是這個 這是我們生活當中的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一個房子要居住的平安 真的他在建構上會有一個 需要一個很如法的一個環境 對對對 這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們靠著師姐 這樣子幫大家介紹房子 然後介紹如法的房子 讓大家住的平安住的健康 因為我在第一線嘛 第一線我們所接觸 我們去看房子看土地 我們就大概 我們學過 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他要賣的原因大概在哪裡 心流速啦 但是有時候也不能講太多啦 我們只是說 講一些給他參考的一些意見啦 是 那要不要採納 但是如果說對這一方面 他有在信的 他當然會來到場會來了解 我也就因為這樣子 也有客戶來學 還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當然啦 對啊 我非常的高興在這邊 遇到師姐來這邊 我們三寶寺的一整個護持 七天的護持 全身著裝著 很辛苦的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都非常的快樂 來這邊護持是非常快樂的 那也感謝師姐您囉 感謝您來圓滿 感謝阿彌陀佛 謝謝 謝謝 感謝阿彌陀佛